回憶 第二十字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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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世 被西絞 passé 哀願爭吃 何 bewe面前 共布ator 江山余火挽怨 对酒当个决别 千秋入梦 未熟时 已走远 过往空尽找不出 春江花园楼抬头 当天明月今何处 唤起翩翩晶红 历史的天空 留不住寒雨也来逢 岁月藏起一帆帆就梦 曾经是千悲不醉 不可一世的教宗 都被他指一回消散 成灰后空空 曾经年少因子 一种千里的心动 被随首一人匆匆被沉破 被随首一人匆匆被沉破 臣妾 拜见陛下 不知陛下经验来立正殿 所为何事啊 起来吧 朕今日来正午繁忙 确实有些冷落你了 今天朕来没有别的 只想好好陪陪你 陛下 这凤簪确实与你半辈 大理寺 追查你小产银室的所有卷宗记录 我都帮你弄来了 你看了 已有二十余日了 可找到什么线索没有 这上面记录了 我小产之前 接触过的所有药物和膳食 连衣裙 首饰 胭脂 都拿去验过 皆是无害的 还包括那杯茶 里边也只是多放了 勺药和甘草 我甚至寻这相生相克之道 在药典里面 去找与此二无相克的东西 可是 可 可我那段日子从未接触过 也许 你小产真的只是意外 就是因为之前那盒红色青蛾 不 我自己身体的感觉不会错 也许是大理寺漏掉了什么 一定是那杯茶 那杯茶一定有问题 我 媚娘 媚娘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去睡一会儿吧 我没睡 好 可呀 我还能在宫中待多久 已经有大臣上奏 说既然你已经没有身孕 你应离开皇宫 回到感叶寺 不过九哥以你身体 还没有调好为由 挡回去了 这段时间你就放心吧 好 那就好 这王皇后还真是够大方 这金蚕丝织旧的帝女花 却非繁品啊 你看 这织线 都是用最复杂的念八则织法织成 配色和彩尾也都分明得很 最别致的呀 是这枝料 在此景面前站久了 居然还能闻到一股清香 这难道是金蚕丝的味道 你说 有一股清香 是啊 来 媚娘 怎么了 奇怪 这金蚕丝本该无味 这股香气淡淡的 若有若无 高阳 若不是你提醒我 我从未注意过 想来应该是加了些香料吧 时辰不早了 我得回房府了 若是有什么事 随时派人来找我 来 若然 娘娘有何吩咐 将这幅帝女花织锦 裁下一块 给周太医送去 请她看看 这上面的金蚕丝 可有何 与众不同之处 是 确实如太妃所推测 微臣验过这片织锦上的金蚕丝 确实不简单哪 每一根上面都浸染了无花 无花 无花 本身是活血的药物 单用无害 但却与甘草相克 所谓甘草克无花 两者混在一起 便可产生巨大的毒性 我正是因为长期绣闻无花 再加之喝下的那杯甘草茶 才导致血崩滑胎的 我说得对吗 周太医 不知这片织锦 太妃从何而来 自得西娘回宫时期 本宫特令人以金蚕丝 秀此帝女花之徒 今日方告宫成 还望太妃孝纳 那 这件事情 太医已无需再过问了 还有 这金蚕丝上被浸染过无花一世 也请太医 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 可是 周太医 你在宫里这么多年 自当明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明哲保身方是上策 难道周太医愿意为了一个 小小才人出身的太妃 去得罪整个关陋门阀吗 臣不敢 微臣多谢太妃提醒 日后自当绝口不提此事 有劳太医了 今日已租一个月了 陛下依然未让五妹娘 重回感业寺 冲儿 明日一早卯时 召集关龙一系四品以上官员 汇聚甘露殿外 与为父一起参奏 请陛下 前五妹娘重回感业寺 是 父亲大人 后庭事务以皇后为尊 皇后前几日曾来信说 若要将五妹娘 驱逐出皇宫 她也可以尽绵薄之力 她可以率后宫嫔妃 上奏陛下 五妹娘目无尊卑 扰乱后宫 好啊 让她一同来 是 娘娘 皇后亲笔信 是吗 起奏于甘露殿外 屈主五妹娘离开 听起来 倒也有趣 媚娘 你找我 高阳 杀害我孩子的凶手 我已经找到了 谁 谁 就是这王皇后 她在这幅帝女花上 动了手脚 用与甘草相克之物 竟染了金蚕丝 这孩子 便是这样小斩了 这织井有毒啊 那咱们快把她撤下来 只要不与甘草混合就没事 我要把她留下来 就摆在这里 每天 一醒来 便能看到此物 那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或许 我们可以禀报九哥 这王皇后 家族势力在朝中日益庞大 她的父亲王仁又是魏国公 且舅父是兵部尚书 更何况 她背后还站着长孙无几 陛下现在刚刚登记 地位尚未稳固 她或许可以冷淡皇后 但是绝对不能 貌貌然地怀疑 和处置她 我说过了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我要自己处理 不该为难陛下 高阳 这王皇后 在后宫里 最真实的东西是什么 她 她就是那种所谓的 出身世家宗族的名门归秀 为人无趣得很 若说她在这世上最在乎的 莫过于九哥 还有她的后卫了 媚娘 你若是能把九哥抢过来 才夺了王玉燕的皇后之位 当真可让她生不如死 高阳 到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说笑呢 我没说笑 我刚才已经得到消息 长孙无忌 明早会率群臣 起座于甘露殿外 向九哥施压 要逼他 将您遣回赶业寺 媚娘 九哥从小就听你的话 只要你开口 他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你可以求他帮你 册封你一个封号 桀鱼 昭仪 什么都好 总之 你无需真的做他的玉妻 只要有个身份 留在这宫中即可 不行 这不可能 为什么 我做不到 不这么做 你明天便会被 遣回改叶寺的 你难道不想留在这宫中 为孩子报仇了 我想报仇 可是我不爱着你 媚娘 孟阳 我知道你爱着父皇 绝不肯背叛他 但是 你只需要嫁给九哥 并不需要真的爱上他 你 你只需要一个身份 你的爱 还是父皇的 只要你愿意 你永远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意 别说了 苟阳 别说 苟阳 我做不到 做不到 陛下 刚刚得到周太医密报 五太妃所持 金蚕四肢五所染之料 竟然与甘草相克 这也正是五太妃 流产的缘由啊 媚娘复仇心切 朕又如何才能 让她留在宫中 陛下 不能再喝了 保重龙体要紧哪 老奴见过公主殿下 九哥 请坐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老奴告退 九哥 你为什么不问我 一个月已经到了 媚娘是否愿意 欲去身份留在这宫中呢 她是不会答应的 果然 还是你懂她 你知道从明日起 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所以一个人在这喝闷酒 她呢 宁肯失去报仇的机会 郁郁而终 也始终不肯对不起父皇半分 如此这份深情 还真是像当年的我跟汴姬呢 你刚才说深情 深情 父皇她真的是个了不起的贤明帝王 你觉得她真的会在乎这些儿女私情吗 在江山社设计面前 什么都不重要 什么都可以被牺牲 妹娘 你如此富出 真的值得吗 真的值得吗 九哥 你这是怎么了 智奴 女主武师灭堂之说 虽属妄言 仍不可听之认之 朕驾崩后 若武媚娘怀武子嗣 无论男女 皆 皆 皆除之 秋哥 父皇他 父皇他为了江山可以杀自己的孩子 你信吗 你相信吗 他 他 没错 没错 这才是我们的父皇 这才是我们的父皇 九哥 九哥 这一招 还是别让媚娘看到吧 若媚娘看到 就是多么大的打击 受到她吧 好 好 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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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叫太医 太医 太 我扶你去休息 好 好 妹妹 一定要把她收到 记住 九哥慢点 好 记住 一定要烧掉 放心吧 好 你 不要 你 你 都没什么 好 你 你 我 你 你 那娘 高阳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 我是绝不会嫁给侄奴的 你不要再劝我了 微娘 你可真傻 你真的以为 自己是在维护什么 完美无瑕的爱情吗 父皇可能是对你不错 比其他的女人好一些 但他根本就算不上爱 他根本就不爱你 羔羊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羔羊 你喝酒了 你醉了 若他真对你有情 那这是什么 是什么 多吗 你 testing你 嘞 高阳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高阳 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是伪造的 这是伪造的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你若觉得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吧 你已经一厢情愿地 骗了自己这么多年 无妨 再继续骗下去 你豁出性命想要保护她 是她临终前 有再念念不忘想要杀死的 你们的孩子 这就是她给你的最后一份礼物 这就是她对你的一往情深 要不是九哥心软 用不着王皇后 你的孩子早就死了 看夜寺内夜的烟花 看陆地里的那一出平影戏 全都是九哥的主演 她为了薄你一笑 为你编出了一处又一处的美梦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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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 我不要听 我不要再说 妹娘 你不要够了 妹娘 你听我说 妹娘 我不要听什么 妹娘 你听我说什么 妹娘 你听我说 你冷静一点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男人都是靠不住她 一份活人的爱情 一个孩子 就能困帮女人一辈子吗 为什么 凭什么 你留下来 不为了任何人 不为了父皇 不为了孩子 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自己 留下来 你本就是适合在深沟或庭生活的话朵 在感夜寺 你会提早枯萎的 你知道吗 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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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去吧 去甘露殿 去找九哥 让他赐给你一个封号 能让你留在这儿 妹娘 去吧 父皇下那道遗照的时候 已经背叛了你们的爱情 你又何须在顾及什么 我全都不知道 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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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娘 妹娘 你记住 你不是要报仇吗 你不是要给你的孩子报仇吗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记住 你记住 你夫人 你记住 你 都没有 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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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美娘 她会去的 她一定会去的 除了甘露殿 她根本无路可去 她会去的 她一定会去的 她会去的 她会去的 陛下 派去长孙府的探子密报 长孙太尉已下了密沙令 只待五太妃回赶夜寺了 从今以后 朕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五妹娘 任何人都不可以 长孙太尉已下了密沙令 长孙太尉已下了密沙令 您看 别急 我优优独立了密沙令 我应该是杀朗孙太尉已下了密沙令 作词 我优优独立了密沙令 尽管 我优优独立了密沙令 大唐之祸 终究还是来临了 参见陛下 陛下有旨 众臣听宣 苍天有道 后土在德 遂以武士媚娘赐阵 朕绝技不复皇天后土 尽力武媚娘为昭仪 特昭告天下 诸位倾家一早至此 想必有事要奏 启禀陛下 陛下所言一个月的时限已到 且武太妃的身体也已痊愈 臣等以为应将其送回 长孙太尉 没有孩子便不是太妃 只是当年陪同羔羊 入房府的隋嫁侍女而已 朕已说了 武媚娘已是朕的昭仪 所以根本无需离开 可是陛下 此地并非是义室之所 要是诸位倾家还有异议 便随朕以往太极殿详述此事 不必在此耽误 臣等遵旨 媚娘 这一次没有人能赶你走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 放心吧 陛下 姐姐大匪周章约我等来此 就是想让姐妹们欣赏您的沉默 也宽容了 启禀陛下 臣妾帅宫中嫔妃 会集在此 是有要事想向陛下启奏 不知皇后所奏 可是后庭内务 正是 既是家事便不急于一时 等退了早朝再说吧 王德 老奴在 一驾太极殿 是陛下 陛下有旨 一驾太极殿 齐驾 一驾太极殿 是陛下 是陛下的 一驾太极殿 是陛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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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大人 稍后进入太极殿 何是由长孙太尉先言之啊 太尉 乃是堂堂的顾名大臣 国之功勋 若让陛下 而由此龙颜大怒 我等 岂不是让陛下 犯了降罪 功臣之罪 万万不可 还是由老夫先出面 为国公 你乃义国国障 如若惹怒了陛下 岂不是嫌陛下与不孝吗 裴行前 大人 一会儿太极殿上 你要力劝陛下 不能 拿五媚娘为昭仪 遵命 但是如果陛下坚持不为所动 如何 如若陛下执迷不悟 以死相聚 大人放心 下官一定遵命 拜见王爷 拜见王爷 自家兄弟 不必拘礼 王爷 甘露殿 甘露殿出大事了 大惊小怪 不就是长孙太尉 率了朝臣去甘露殿上奏 当然不是 方才 陛下在甘露殿当众宣兆 要把五媚娘奉美昭仪 什么 媚娘终究还是没去甘露殿 那天 他心烦意乱离开的时候 我应该拦住他才是 一番心思 终究还是功败垂成 今日一早 他就要被赶回赶叶寺了 贬基 我该怎么办 启禀公主 今晨陛下忽然当着诸多大臣的面 要封五媚娘为昭仪 真的 那 其他大臣什么反应 出生关隆士族的诸多老臣 极力反对 但是今日朝堂上 也已有礼义府大人和吴王 由他们站出来支持陛下 想必太极殿内 定有一番热闹吧 三哥 也许三哥 这次并不情愿帮九哥吧 不管怎么样 九哥愿为媚娘据礼力争 是个好消息 咱们这边回宫吧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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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那五媚娘为昭仪 尚不负礼法 下不合人心 望陛下输回成命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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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 此事根本无需询问我等意见 此乃陛下后庭内务 何须再以他人看法 裴大人 你身为仁臣 应该知尽退明尊卑 不在政务上为君排忧解难 反倒在陛下的后庭内务上指手画脚 到底意欲何为 陛下 他这根本就是必实就虚 陛下 微臣有违圣意 罪该万死 但若因此能阻止五媚娘重返后宫 不负先帝之欲 不愧于人子之道 微臣 虽死无妨 你 你在干什么 微臣 望陛下 收回成命 陛下 陛下 朕命令你 停下来 陛下 若不收回成命的话 臣愿血见太极殿 以死明治 一生漂泊百度 灵暗去孤独 问天地向谁倾诉 问天地向谁倾诉 潜在历史我回顾 恩怨情愁怎看书 帝王家 帝王家 终究是不归路 陛下 旋徒说 Kawaii 不给你 着我 十三 喜 屋檐里像屋子被掩带着泪 淌出那个情欢美妙的谁 是我勇士的双血 忽舍的一切 真是大团梦摧毁 心无悔 无怨里无自卑掩带泪 宫过虽然是罪我无悔 是责任有答谢我就了解 如真难再世轮回 原来山落湖山水 寻常不宜加油你陪 平凡的心碎 爱过谁 日常不宜 明天见 感谢观看